非常欢迎总统先生来华出席中国中亚峰会 今年1月已对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国事访问 我们一道宣布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双边层面践行命运共同体 翻开中土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中方院和土方一道努力把两国关系不断地向前推进 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总统先生会发展的新闻